三脚步 进退皆以三脚式 或左右 或进步 三脚步 以其抽策无方 行踪无定 以其进步取斜 不约三脚步 这是三脚步的特点 凡进退无方 行踪飘忽 皆以三脚路线推演 三脚步它就是一个 很灵活的步伐 我们打劈拳的时候 用直的步去打 硬打硬进无遮拦 如果对方很强势 那你很弱 你再硬打硬进 一旦碰石头 毫无意义 这个时候呢 可以在步伐上 求变化 求灵活 以避其锋芒 这就是三脚步 它的灵活性 配合我们之前的一些步伐 综合起来运用 你的脚下就会飘忽不定 配合你的拳法 伸法 拳 脚 协调配合 经常做这样的练习 我们看批拳 配合三脚步 你就多了一个闪 仍然是打直线 这个直线是相对来说是在运动中的 直线在这儿了 目标还是这儿 目标还是这里 直线打批拳 在脚底下左右加一个跳跃 躲闪 三脚步 如果空间不大 你在这里边比较适合用三脚步 去练习 办公室里面都可以做这样的练习 拳打握牛之地 基本的感觉还是批拳的感觉 只是脚下的步伐 在调整 在变化 在闪 从这角度在上 臂气锋芒 这角度在上 脚下的步子 可大可小 练的时候把肚子画大一些 用的时候可以随时而动 再看一下正面 闪到左边 劈下去 呼吸法还是和之前的 劈拳的呼吸法是一样的 吸 吸到这里 劈下去 长吸 软呼 三脚步的特点 基础步伐 进退曲斜 这里边有一个曲 有一个弧线 进 回来的时候 直接 有一个 也是有一个弧线的进 不要这样直接掰开 这样重心是不稳的 这个弧线可大可小 根据你的 行步的速度 以其进退曲斜 够约三脚步 这是它的特点 我们学习武术 还是练拳也好 不要太心急 一定是由浅入深 看似很简单的东西 你把它运用到非常纯熟 配合身体夹进去 你看这么一个简单的步伐 它已经 产生了很微妙的变化 我们还是打劈拳 用三脚步 三脚步的特点 进退无定 行踪飘忽 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步伐 步式 但是它很重要 它可以将你的拳打得活 所以一种看似简单的步式 打上一千遍 才叫真正的会 打上一万遍 才叫熟 打上万万遍 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精妙 所以希望朋友们在下边多下功夫 看似非常简单的一个步伐 你把它打到随心所欲的程度 一定要在下边 下上千遍万遍的功夫 你就能打出神采来 好朋友们 今天关于三脚步 就跟朋友们聊到这里 朋友们再见 好朋友们